這次第三條跑道,環境的損害是我人生以來最大破壞 所以如果你反對第三條跑道,我全力支持你做特首 一直論壇的年輕人不少都質疑機場第三條跑道造價過高 擔心日後航班的升降量不理想 是否保持到香港的競爭力都成為問題 但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就以賭制的心態去比喻 認為有賭未為輸 你的袋裡面有800元,你落著200元,你可以有4000元的收入 如果你落著800元,有9000元的收入,那就方問一方問二 你怎樣選擇呢?我會選第二個,很簡單 因為有800元落著200元,你贏了之後,你的800元本在 你贏了400元,你一個人有4800元 你800元買下去,你買另外一種,你有9000元收入 不過有大學生認為,除了經濟效益之外 在第三條跑道還會影響民生和環保,不應該忽量 我們經常都很專注於經濟發展或者競爭力那邊 但在民生或者環保的問題方面,就不是太深入 如果基管局的代表人物在剛才討論裡面都有參與,其實會更加好 因為真的可以直接聽到一些意見,可以給一些適當的回應給公眾 這次是基管局就興建第三條跑道第一場針對年輕人的論壇 稍後會再舉行多20場的論壇,希望收集多些年輕人的意見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,周庭貴報導 走